我們就是想說不要去麻煩醫生 所以譬如說頭痛啊 我就會想說那就不要去看醫生 因為看醫生可能也看不出什麼 所以然來 就會想說自己去買外面的止痛藥來吃 然後結果我就一開始吃 可能一開始吃一顆 就是我還在痛 然後我都覺得好像沒有效 然後因為我的朋友們就告訴我說呢 他們都是有一個方法 他們都說他們平常吃感冒藥 如果醫生給他們開兩天份 他們就會譬如說一次就吃兩包或三包 他說這樣子是非常快速就可以好的 然後他就建議我說要我也試試看 譬如說一顆不夠的話就吃兩顆到三顆 那你去聽啊 我真的有一段時間因為頭非常痛 然後痛到就是沒有效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我來試試看 然後我就試了幾次 然後就發現一顆沒效 可能兩顆也沒效 但到三顆的時候才有一點點的效果 但是後來就變成我頭更痛 然後我吃三顆也沒有用 就是我這是一個惡訊循環的感覺 抗藥性嗎 其實它不能叫做抗藥性 應該說因為這種疼痛是很玄的東西 就是如果人的身體 接受到那個疼痛的刺激之後 它一自一自的內受力可能會因為這樣 有些人是增有些人是減 那你如果常常都長期用這個止痛藥 去壓制那個反應的話 或許你的身體會為了提醒你說那裡有問題 它就加乘上去那樣子的反應 所以它可能只是一個警訊告訴你說 你可能不是普通的頭痛 如果你平常吃的劑量沒有辦法的話 還是得看個醫生會 可是它吃第一顆就知道沒效 它明明就知道吃第一顆就沒效 那它原味就算不會咬嗎 所以有人說還是得看一下原因 對 而且要翻種類 我之前吃止痛藥的時候 像比如說配溫開水一樣用吞的 我覺得效果比較慢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方式 感覺好像全身感覺就比較不會那麼痛 什麼 是用咬的 阿Ben你那個用咬的那個我先回應一下 那其實是有點危險 因為每一個藥它所製造的方式 它希望它吸收的位置不同 所以它製造的方式會有所不同 你可能咬的時候 這個藥如果對食道跟胃其實是非常傷的話 你反而會造成潰瘍等等 不是我把它咀嚼變得比較細 然後反而比較好吸收嗎 是很快吸收沒有錯 但是它也會造成傷害 什麼狀對不對 那為什麼有一些藥會包著那個膜膜 對 它就是希望在它藥的道的那個位置 它慢慢溶解然後可以吸收 那如果把安眠藥磨碎 所以還沒有到然後它就已經溶解 所以你的食道可能就足夠下 把安眠藥磨碎放了點滴打會不會快一點 所以我們就直接打針劑就好 有針劑的安慾藥 那是一樣的道理把粉弄在裡面 像譬如說病人 像精神科的病患太亂了來到急診 那我們就是用安眠藥的成分 但是是針劑就直接推進去 馬上就昏倒 快啊 那是要 就跟全身麻醉那種是一樣道理 那是心理作用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把那個不是要咬的藥拿來用咬的話 還是要小心 就是還是要照那個藥的 它該吸收的位置 能做比較好 那我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55歲中年男性 他本身有高血壓 還有 所以他的那個退化性關節炎就是讓他很困擾 那他的解決方式就是他會先去看一個診所 然後拿了止痛藥之後呢 他如果覺得不舒服他再到藥局去買 然後覺得再不舒服的話他就到那個診所去打針 後來那醫生就說你太常打了 所以他就會 挑好幾家診所 因為大部分的診所的醫生是 不會去互相相通說你有沒有打止痛藥 他就是這個禮拜是這一家 那我下禮拜就換那一家那一家這樣 就有一天呢他就到診所 結果那醫生就說 欸我上次看到你說沒那麼蒼白 你怎麼那麼白 就幫他抽血就發現哇他貧血 所以我就幫他安排去輸血 結果輸血之後幾個禮拜再回來 欸血紅素還是一樣 所以他就說你這個怪怪的 你去大醫院看一下為什麼會貧血這樣子 結果他就不去 然後還是一樣他還是在處理他的酸痛的問題 就是在各個診所啊藥房啊之間遊走這樣子 結果後來他就開始出了蒼白之後他會喘 然後上個廁所用個力他就覺得好像去爬山這樣子 然後非常的蒼白之外他的小便越來越少 然後小便裡面都有泡泡 後來他是家人拖著來急診室 結果我們就幫他驗他的血 非常非常的酸 但他不是糖尿病 一般我們看到那種腎臟不好 然後血很酸都是糖尿病 他沒有糖尿病 他應該是慢性長期的腎衰節 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程度這樣 然後肺裡面有積水機很嚴重 所以我們就趕快照那個腎臟科 給他緊急洗腎 後來才幫他緩解下來 可是他變成要終身的洗腎 那他的貧血是什麼 他的貧血是腎功能不好的關係 而不是因為其他什麼 比如說消化道出血什麼的 而是因為腎功能不好 腎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製造血球 我幾年前在醫院來看 家醫科門診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就是一個 六七十歲的爺爺來看輕微感冒 那他就是一些輕微症狀 像是喉嚨痛啊 流鼻水咳嗽這樣 可是因為他就是聲音很大嘛 然後精神很好 然後又沒有什麼重大的疾病 所以我就是開給他一些症狀緩解腰 然後就回去 結果我沒想到兩天後 我剛好直擊診班 就看到有一個外傭嘛 就推著一個病人 然後來掛號 然後他就 就是那個病人就頭低低的 就是精神看起來就不是很好 結果我走近一看就發現 欸這不就是我兩天前看的那個爺爺嗎 後來我就問那個外傭 他就說 對啊他前兩天精神還蠻好的 結果就不知道怎樣 前兩天就說什麼 欸他尿有點尿不出來啊 解不乾淨 然後再後來是 根本就解不出尿 然後呢可能今天叫他說 去上個測 就是去吃個飯啊什麼的 他就說我不要我要睡覺 到後來可能根本就是 意識不是很清楚 所以趕快推他來看急診 那我們就幫他做一下檢查 就發現他血液中的那個 腎臟指數很高 對然後 病人雖然不太清楚 可是他就是一直去摸他肚子的那個地方 就膀胱嘛 才發現 就是我們有炸一次光嘛 就是他的膀胱很脹 然後就緊急幫他倒尿 就是大概有800到1000CC的尿嘛 那正常來說呢 如果我們膀胱大概有400CC 你其實就會覺得非常尿急了 那因為爺爺他一直都沒有排出來 後來又意識不清楚 所以在等他後來就是我們把他給點滴啊 然後做一些處理之後 他就慢慢清醒啦 然後就問他說 欸我不是就開一些輕微的藥給你 你怎麼這麼嚴重 那你知道年紀大的病人通常會有一點點 年輕大的男性會有一點 攝護腺肥大的問題嘛 那通常感冒藥會有那個有個藥 他會讓他的冰尿機會收縮 他沒有辦法把它排出來 那就算了 他拿了他媳婦給他的那個 日本拿回來的藥 因為他說 最近他感冒然後排搭子都不早要打牌 他希望他可以趕快好 所以他說吃了double的藥這樣子 然後結果沒想到 因為尿液滯流 然後就造成一個體性腎衰竭這樣 有時候偏頭痛真的是很困擾 我之前碰過阿姨 他已經 偏頭痛了二三十年了 他們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月子沒有做好 就將來就是偏頭痛了 所以他就一直覺得自己月子沒有做好 然後他一開始就是先去藥局買什麼丹什麼丹 一罐一罐來喝 那喝一喝稍微緩解點就好 那後來發現越來越嚴重 就去診所打針 因為診所醫師也是為了讓他比較趕快舒服 所以他都有內行他說 要打一長一短 一透明一黃 一長一短 就長的透明的就是消炎脂痛藥 短的黃的就是B群 他覺得這樣每一次打完就舒爽很多 就痛好很多 然後他來我們門診的時候 他真的很擔心說 他發現說他今年的健康檢查 腎功能退步很多 本來基酸肝0.9 後來變2.6 就是大概已經從很正常的腎功能 變成第三期A的慢性腎疾病 我就說最近怎麼了怎麼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其實沒有其他疾病史 那可能這一陣子真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雲端藥力 查不出他到底打過多少針 因為那個沒辦法說完全的反應出來 我就說你有沒有額外吃什麼藥 他就告訴我說 他最近有在吃一個日本的保養品 所以他以為是保養品 他就拿來給我看 就是拿來給我看 其實那個藥在之前很流行 有很多人都去日本買 說他針對他的止痛的效果很好 那其實年紀大 他不知道是兒女孝順買給他吃 他就照三餐吃一次吃兩顆 因為藥帶上建議是一次吃兩顆 我就想說這什麼成分 就翻過來看 那日本的藥比較麻煩是 他的成分還是用日文去拼成那個英文 那我真的不會唸 我就請我 你會唸這個嗎 不會唸 我就打電話去藥局說可不可以協助我 我就給他上面那個英文 就三個字母的英文 他去幫我查那個藥 這個就是硝煙止痛藥 所以我們很常用的 那個藥 那他一顆是150mg 他一次吃 建議這樣吃兩顆 然後一天可以吃三到四次 所以阿姨吃得很開心 一吃兩顆 兩顆吃得很舒服 真的比較不痛了 他不知道他就是在吃硝煙止痛藥 就剛剛提到NSAID那個藥 所以他又有去打針 又有吃那個藥 所以很快生活人就變茶了 保養求塑效 立即化身大美人 恐怕會有嚴重的過敏 幾乎老化 那我之前碰過一個 來我門診定期追蹤膽固醇 很注重健康的一個阿姨 因為她是已經黏過花甲的一個 像美魔女一樣的阿姨 她有一次來追蹤膽固醇的時候 我看她戴著口罩 她戴著口罩就沒有拿下來 其實以前來門診 她不會拿戴口罩 我就看她兩邊的顴骨這邊 就是紅紅的 那鼻頭這邊也紅紅的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沒有很刻意去問她 我就跟她聊說 你怎麼啦 怎麼會這邊這樣紅紅的 她就說最近只要曬太陽 就會容易會癢 會紅 會熱 可能是 因為她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更年期的熱潮紅到現在 其實已經更年期很久了 應該是不會這樣 然後隔個禮拜來看報告的時候 我看她臉又更紅了 就從我們T字部位到 顴骨都很紅 而且她把口罩拿下來 她整個臉就好像曬傷一樣 那已經不是像蘋果雞 像紅肉 就整個像很恰這樣子 就是很紅紅通通的 那仔細一看 而看起來就很不舒服 就轉接於皮膚科 那我再去追蹤她的狀況 我就請教我們皮膚科的同事 說那個是什麼情況 她來告訴我說 因為阿姨最近有去買一個 其實那個是很好的一個清潔效果 因為她覺得自己最近臉上 很多老人斑很多斑 她想說我把它加強磨一磨摩擦一下 就可以把那個斑給她除掉 她是不是乾推 就是沒有加水 對 她就是 她說她說 力道又強了一點 然後平均更高一點 她就磨過頭了 所以就有點像 整個都是處於一個慢性發炎 就必須要吃一點抗生素 抹點藥膏才會改善 好慘喔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會再說 真的嗎 真的嗎 好